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午安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南部还是下了不少的雨 最主要是原来的水气加上西南风 造成了整串的水气进来 那事实上有些地方还伴随着累积 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不过目前来看的话 水气是有缓和 慢慢缓和 这不是马上就没有 其实持续性的都会有 各位可以看这个雨量呢 其实今天来说的话 从这个嘉义 这个台南到高雄 屏东 特别是屏东靠山区 这个雨是还蛮大的 那雨呢 反正北部比较少下一点点 这个午后热对流发展不大起来 可能明天就有一点机会了 还是属于在中南部的靠山区 是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这个呢 是属于西南风的一个雨势 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大环境呢 各位可以看 原来呢这个泥沙呢 要变成一个低的环流了 可是没想到 这个海当台风一进去之后呢 又发它整个环流呢 水气很充沛 事实上在这两天呢 在这个这边来说的话 整个福建啊 到广东这边的水气 有明显的这个暴雨发生 当地的暴雨 那台湾海峡呢 也非常多的这个水气 所以天气呢 也是比较不稳定的 所以这个马祖呢 听说已经这个交通断了三天了 就是这样 所以台湾来说的话 在整个新南风的环境之下 加上有一些水气 就变得比较不稳定 那另外呢 诺鲁台风 目前来看的话 它这个各位可以看 这个台风眼呢 还有它附近的环流 非常的坚强喔 事实上这个时候 它是最强的趋势 预计呢 还有慢慢的这个 稍微减弱一点点 然后慢慢可能会 往日本方向接近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还有大变动的空间 那诺鲁的东边 有一些扰动 也有机会变成 今年第十二号的台风 十一号的台风 要稍微留意 但是这个都离台湾很远喔 各位不要过早的这个担心 现在来看的话 台湾天气还是吹着西南风 还会持续稳定一阵子 那各位关心的这个 诺鲁台风 目前来看的话 现在还 因为它这个缺乏很强的导引气流 所以到底呢 会从这个日本的九州啊 或是到关东啊 这么大的范围里面 未来呢 不排除都有机会啦 那最不好的结果呢 就是它一路这样扫过去 这个是最不好的结果 那不过各位可以看 现在来看的话 从九州四国上去的机会 从一些预报模式来看的话 几率还蛮高的 这是未来 这几天要关注的焦点 所以台湾来说的话 预期水气会减少 又会回到点击夏天的天气 不过这个时候 还是有一些西南的水气 会稍微接近 要稍微注意一下 后续的动态 那目前看来 短期间还没有什么明显台风 新台风 在会接近影响台湾的 这个发生的趋势 目前来看还没有 目前来看的话 大致上呢 都是每天 可能都有一些 午后短期间的震雨 很快的改变 原来也有一些 新南风的水气影响 现在来看的话 慢慢的逐渐 在未来这几天 转为午后的震雨 所以我们看一下 雨区的部分 大概都是属于靠山区 融一些午后震雨 但是有时候 这个就要看 当地发展的情况 有些时候会发展 有时候不会发展 现在来看的话 今天还是属于 没有特别发展的情况 未来的明天后天 就有机会 开始有些午后震雨 发展的这个趋势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 整个都有降雨的机会 今天晚上来说的话 有一点短暂性的机会 但是明天来看的话 白天的话 北部台北都会有一点 目前还是看预计上 看接近35度 整个西半部 因为有云量比较多 相对有一些 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 请大家留意 那东半部呢 都是算是还不错的 相对稳定的天气 我们给大家一点建议 西南水汽慢慢的远离了 不过呢 还是一样 这个要 中南部要稍微留意一下 还是有一些水汽 正在减弱当中 那上午呢 还是要注意 慢慢的就要回稳 转炎热了 要注意这个山区的午后雨 前往山区还是要留意一下 如果 听到了一声 请入室内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我们下期 Wille